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最近用黄金的行情真的是非常刺激 在我们的黄金策略群里面的朋友 也撞得很满波满 因为在我们的群里 我和社区及其他老师 会根据行情变动 及时把高胜利策略放到群里 而且最受大家欢迎的石盘直播 也是在这个群里面进行直播的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们的黄金群 可以用微信扫一下右边的二维码进群 或者说关注我们公众号阿萨社区 留言黄金群进群 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今天的话是1月11号星期四 那么在昨天的走势当中的话 我们对上一些行情做预测 最终的话也是走出来了 昨天我们预测什么呢 预测黄金会有下跌 反弹到2036附近回落 最终还是按照我们的预期跌下来了 当然昨天那个上涨还是蛮优爱的 因为昨天的话它来个加速 直接加到了2036 2040这个位置 其实昨天上涨的话 能预测到它有反弹 但反弹力度确实超乎我们想象 当然这个虽然超乎想象 但它依旧是维持在这个趋势当中 所以我们昨天的话 继续保持看空的节奏 然后同时的话 在昨天的原油当中 昨天如果有朋友 如果说你还记得昨天原油的观点的话 应该知道 我们昨天讲原油的时候 主要是说原油 呈现出一个三角形走势 对吧 然后最终怎么样呢 先破位上涨 按照通道的走势 形成破位上涨 破位是破位了 涨也是涨了 对不对 但最终的话 还是上涨不够力度不强 又跌下来了 虽然说这个下跌呈现出来了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我们更好的机会 可以抓住它更好的一些机会 好吧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走势 今天的话我们一样的去讲四个产品 黄金原油 欧元跟美加 今天换个美加去讲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欧元 欧元怎么样呢 欧元在昨天走势当中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表现 其实你可以发现 欧元在日线级别当中 它处于底部区间调整 一直是围着在什么 一直是维持在飞龙之后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飞龙行情的话 它确实给欧元 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区间 大概在这个区间范围 对不对 那么像欧元的调整范围 它肯定是要破位的 它肯定会破位的 那破位的话就代表什么 破位的话就代表了 新的方向就出来了 这里就要知道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破位 你为什么要破位 为什么要破位呢 因为今天晚上九点半的话 有美国的CPI数据公布 大家对这个数据的话 应该不算陌生了 CPI的话 它每个月都会有 那么对黄金有比较大的影响 对货币 它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CPI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 CPI数据的话 是在晚上的八点半公布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方的时间 在晚上的九点半 说错了 是九点半 因为现在是冬令时 在晚上九点半的话 有美国的12月末 即调后CPI年率 年率 业率 以及当周出景失业金 这几个重要的数据 都是在九点半的时候公布出来 所以像今天晚上的话 像欧元 美加 或者说黄金 它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欧元的话 它的区间 是在1.087到1.099 这个区间的话 大概就是一百来个点 就是说目前的调整区间的话 大致是120个点 120个点 换句话来说 你可以感受到 目前欧元的话 它主要是在这个区间 范围之内波动 对不对 那同样的 在今天晚上21点30之前的话 行情肯定是维持震荡为主 也就是说 大概率不会通过上方压力 行政高位下跌地位反弹 高位下跌地位反弹 这种总是 对不对 那晚上怎么样呢 晚上的话才重点 9点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9点半的时候 虽然美国CPI数据的公布 肯定会有单边行情出来 一般来说 CPI的时候 像欧元的波动 大概就是70个点左右 70个点左右 那你就要看一下 到时候 到时候价格在哪里 如果说CPI的时候 欧元的价格在上方这位置 对吧 就比较容易形成破位 或者说在下方这位置 就比较形成 容易形成破位下跌 形成单边 对吧 因此通过这样的一个去理解 可以得出结论 什么结论呢 在今天21.30之前 欧元的话 继续保持上方这个区间波动 大致是在1.09900 到下方1.09200 这个区间继续保持震荡 目前的话属于冲高上涨 所以我们在上方去接空就可以了 那么到了9.30的时候 大家具体看一下价格在哪里 如果价格 是吧 当然这个也可以这样 换个思维就是说 到了晚上的时候 9.30的时候 你就看一下行情 到底是突破上方 还是跌破下方 如果突破了或跌破了 就顺势交易就行 顺势交易的话 就是从开始涨的点位 从开始涨的点位 去计算它的上涨空间 大概70个点到120个点 这种范围就行了 因为现在这个价格还没到 所以的话也不好计算 你们知道 按照这个节奏去判断就可以了 OK 这是欧元 来看一下美加 美加怎么样呢 美加这个产品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经过反弹之后啊 确实到目前为止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的话呢 是非常明确的 比如说美加的话呢 它左侧这里有个调整的位置嘛 就是前面下跌之后 小阳线 两个阳线反弹继续跌 那么这两根小阳线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后面反弹的压力位嘛 所以可以看到 美加的话呢 在1.34100附近 1.34100附近的话呢 其实比较明显的压力位 对不对 OK 上涨压力位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小周期 比如说像一小时级别 其实一小时级别当中 大家可以发现 美加的话呢 它怎么样 美加的话呢 它其实 飞龙的高低点呢 这个还是很明确的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飞龙的高点 在这个1.33900附近 低点的话呢 是在1.32870嘛 上方高点呢 是在1.33990附近嘛 也就是说 飞龙数据造成的影响 美加的话呢 还在这个范围之内波动 其实飞龙数据的话呢 公布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后期呢 它高点逐渐还高 对不对 低点的话呢 当然这样的话的话 有点夸张 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上涨的话是预阻了 对不对 上涨上涨上涨预阻 目前呢处于回调的阶段 既然是往下回调的话呢 一般是跌到下方实体嘛 下方实体的位置 比较容易到 那美加的话呢 按照目前的走势啊 如果从裸K的角度来观察 目前呢 上方压力比较明显 压制住之后呢 行情逐渐下跌 对不对 这个逐渐下跌的话呢 你也给它看成是一个通道型的 这样的 你给它看成一个通道型的 所以目前美加的话呢 第一个 短期方向呢 是下跌嘛 跌到下方 133215附近 1.33200附近嘛 1.33200附近嘛 1.33200附近 目前呢 是在1.33640嘛 也就是说下跌空间的话呢 有44个点 这个空间还是不错的 按照目前走势呢 美加嘛 就先短线回落嘛 这个观点的话呢 同样的 可以保持在晚上的 21.30之前 21.30之前的话呢 先顺势看空 到了21.30 CBI数据公布的时候呢 再去看 它有没有把 这个位置给破了 不过现在美加的话呢 因为价格 刚好在中间的位置嘛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想突破前高啊 或跌破前低啊 是比较困难的 美加的话怎么样呢 像这个CBI啊 对它影响呢 大概是50个点 到100个点 这个范围嘛 50到100个点 这个范围 那么也像这个 假如说啊 假如说 假如说 CBI数据公布之前 美加在 1.33400的话呢 那你就算跌50个点 那么差不多 也是跌到1.328这个位置嘛 就不会形成破位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美加呢 它的空间呢 比欧元的大 空间越大 调整空间越大的时候呢 其实破位的概率就越小 这是美加跟欧元 那么重点讲一下黄金 其实黄金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 直接看三十轮图了 因为三十轮图当中呢 它的走势已经很清晰 30分钟 给大家写一下啊 我们可以观察三十轮图的走势 其实吧 在这个礼拜的话呢 行情呢 就是黄金呢 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动 什么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动呢 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一个东西 那个叫啥 飞龙2062 2064是高点 2024是低点嘛 对不对 那么像飞龙数据公布之后 本周一周二周三的话呢 其实它的走势啊 就偏向于调整 虽然说星期一的时候 星期一的时候是这段下跌嘛 下跌之后反弹 反弹到上方2036上不去 对吧 那星期一的时候呢 是先跌后涨 星期二的是这段下跌嘛 对不对 星期三的话呢 是这段上涨之后下跌嘛 那么星期四的话 到目前为止 不也是这种上涨吗 看着不能下跌嘛 对吧 所以看到周一 周二 周三 这三天的走势 周一周二周三 这谁错 这里是周一 这周二 这周三 然后今天星期四嘛 星期四 星期四的话呢 还没有走出来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周一周二周三的走势呢 其实大部分K线 或者说大部分 大部分的走势呢 都是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 对不对 这个范围的话呢 就是2018到2036 这个范围 所以说呢 在今天CPI数据公布之前啊 它继续维持震荡的话呢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么既然CPI数据 之前维持震荡的话 那就可以感受到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比如说 目前行情这段上涨了 那总不能说 去突破上方2036 2040吧 对不对 总不能总不可能 不可能说去突破这位置 所以在今天欧盘的时候呢 应当也是要拐头下跌嘛 回落一些 跌下来一些啊 那么你想一下咯 三天的行情 它都没有突破这个震荡区间 怎么可能在数据之前 突破呢 对不对 除非发生 除非发生什么意外走势啊 所以呢 那你在目前走势当中可以感受到2018到2036是目前的震荡区域 目前是先上涨了 那就是先跌 那接下来就是先下跌嘛 先跌后反弹 对不对 在什么 在9点半之前 那么这个CPI的数据啊 大家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CPI的数据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 它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对吧 你像CPI 月率或年率 它基本上就四颗星 五颗星 当然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点遮住了 你像上方的话呢 对不对 年率的话呢 就是五颗星嘛 你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想象什么呢 当初初景失业金 它四颗星 对黄金的影响呢 大一点 多然有10美金 就100个点到150个点的波动嘛 对不对 那何况今天 是吧 两个四颗星的 再加一个五颗星的 那么一般这种大数据 密集公布 同时间公布的时候呢 黄金的波动 可预测到150个点 到250个点 这样的一个范围 150个点到250个点 这种范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走势当中 黄金呢 它的波动区间怎么样呢 它的波动区间 是在下方的2018 跟上方的2036 这个范围 这里的话呢 是18 181点空间 对不对 181点 那在数据公布的时候 比如说在晚上 放21点30的时候呢 黄金的价格 大概率啊 应该是在中间的位置徘徊的 中间的位置徘徊 也就是说 今天晚上的数据 大概率会形成 单边上涨 或说单边下跌 这种走势 我们要有个预期 什么预期呢 就像刚刚所说的 CPI数据 对黄金的影响是多大呢 一般来说 是150个点到250个点 这个范围 如果说什么呢 如果说震荡区间破位了 如果说数据公布 那么震荡区间肯定会破位 比如说突破2040 或跌破2018 是不是 如果说贴破2018 那么就冲下2000点那种位置嘛 反过来如果突破2036 2040的话呢 那么黄金怎么样呢 黄金的话呢 就会直接在往上涨 比如重回2006 2060这种位置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要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目前黄金的走势啊 它确实在今天晚上会有大行情啊 这大行情你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什么 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 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周期 比如说日线级别 目前黄金怎么样呢 目前黄金的日线级别呢 它主要就是在这位置震荡 这位置震荡 对不对 那么既然是震荡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既然是震荡 震荡的话呢 它一定会破位 对吧 不管是往下low 还是往上涨 它一定今天会做一个选择的 那如果说 有人问 假如说有人问 那乔老师 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涨的概率大 还是跌的概率大呢 我只能说 按照目前的情况 其实涨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 为什么说涨的概率比较大一点呢 我们从技术面上来说呢 下方支撑是存在的 布林带在缩口嘛 这种情况之下呢 前面也是持续下跌了 下方 前面持续下跌 然后目前航班调整 这样的话呢 反而涨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按照目前这个节奏啊 我就预期呢 今天晚上看看能不能涨到2060 这种位置了 当然只是一种预测啊 如果说你认为黄金会跌 那就看看2018哪边破了 如果2018破了 那可以充2000点 其他在目前这种节奏的话呢 不管涨还是跌 大家有个心理预期就够了 上涨下跌 有个心理预期就够了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行情的话呢 它整体是在这个区间当中波动 对不对 这个区间的范围呢 就决定了接下来 行情到底是上涨多少 下跌多少 大不了就是1比1的空间嘛 这1比1的话呢 就是2038到2018 1820美金的一个空间范围 涨 涨200个点 涨到2058 跌 跌200个点 跌到2000点附近 那么这种分析的话呢 也是从K线的走势 从K线裸K的状态 做了一个分析嘛 K线裸K状态 它不只是单根K线 这种标志性的 那也可以干嘛呢 它也可以多根K线 形成组合 这种组合的话呢 叫做震荡走势嘛 所以我们在判断行情的时候呢 你不管是怎么去判断行情 怎么去分析行情 躲不了的东西就是看K线 看哪个K 一根K线 两根K线 多根K线 K线组合 K线形态 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对吧 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呢 黄金呢 一定要注重K线的变化 那么大家呢 可以扫下平台的二维码 或关注我们公众号 回复裸K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领取乔老师 为大家准备的 学习裸K的这种技巧 K线这种东西啊 还是蛮重要的 毕竟呢 毕竟的话呢 K线是什么呢 反映到市场的一些 一切情绪嘛 不管涨还跌 还怎么滴 都反映在K线上面 好 那么这个是黄金的走势 今天最重要的 最主要就是 决定黄金是跌到2000 还涨到2060 这是最主要的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油 其实原油的话呢 在目前这个走势当中啊 它变化呢 还是非常快的 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原油的日线级别 其实原油日线级别的话呢 它已经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震荡走势嘛 对吧 这大家都看得出来 四小时当中怎么样呢 四小时当中就是 也是一样的 出现上影线之后呢 后面行情也下跌了嘛 对不对 一小时当中 也是一样的 冲高回落 其实现在最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看它 到底能不能涨 或说能不能跌嘛 对吧 到底能上涨 还是下跌呢 我们要观察了什么 观察了就是它的力度 力度 什么叫力度呢 如果你去做原油的话呢 对于目前的走势 其实不陌生 因为原油的话 经常出现 暴跌之后 航盘调整 对不对 原油也经常出现什么 经常出现 那个像这里吧 暴跌之后呢 出现调整 对不对 它也经常出现 上涨之后呢 高位调整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对于这种走势的话呢 其实很好分析的 怎么分析呢 比如说上涨之后 有没有跌破支撑 有的话下跌 下跌之后呢 有没有突破压力 有的话呢 就上涨 对吧 那像这个位置也是这样吧 有没有突破压力呢 还没有 所以它就继续维持 调整调整调整 有可能下跌 对不对 对于这种节奏呢 其实最简单了 分析起来最简单 怎么简单呢 画一个飞波就可以了嘛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飞波 画一个飞波的话呢 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可以感受到 它反弹的力度 按照 按照目前的节奏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原油上方最高点 73.3嘛 然后下方最低点是70.9嘛 中间的话呢 有个小高点 是在76.71.6 那你可以通过飞波 怎么去预测呢 飞波的话呢 比如说上方是飞波0 下方是100 那么第一根线呢 是76.4 那你可以感受到 目前呢 在76.4这位置 没有上去 对不对 一般来说 76.4 还有23.6 叫什么呢 叫强压力位 强压力 强压 或者说强支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位置如果涨不上去 还得创新低 明白吗 按照目前的节奏的话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突破了 是不是要往上涨 如果突破了 是不是要往上涨 对吧 所以按照目前情况的话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点 什么点呢 76.4 23.6 23.6 找出来之后呢 飞波还有另外一个组合 叫做38.2 跟61.8 对不对 38.2跟62.8 叫什么呢 这叫黄金分割线的一个组合 换句话来说 如果涨到61.8的话呢 大概会涨到38.2 如果跌破38.2呢 大概会回落到61.8 这位置 因此按照目前的情况 原油的话呢 你就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涨到61.8 如果涨到61.8的话呢 那么这个原油上涨就会持续涨到38.2 附近 你没感受到 或者你可以看到这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在目前走势当中 如果原油没有突破71.6到71.9 这个区间 那么它就继续维持下跌 假如说涨到了71.9或72上方 涨到72上方怎么样呢 就会持续上涨 涨到飞波38.2的72.5这位置 因此按照目前的节奏呢 就是说原油下跌之后调整嘛 它往上反弹了一点点回踩 那继续往上反弹呢 一定要突破压力 再回踩 然后再往上涨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嘛 对吧 就像这里上涨回踩 上涨回踩上涨 走这样一个走势 所以原油啊 它干嘛呢 变动是蛮大的 或者说注重的是细节方面的变化 到底能不能形成上涨呢 还是要实施跟踪的 那么像行情呢 你要实施跟踪 肯定也不是我们 肯定也不是说我们在视频当中 就能跟踪的 大家呢 一定要扫一下 民众当中二维码 或关注公众号 回复黄金群 我们在黄金群里面呢 跟大家实时跟踪行情走势 如果说出现了 比较好的交易机会 也会及时的 跟大家去讲 这个机会 可以布局 好了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